第116章 情报奇怪的是 许其安愕然反问 见孙玄机嘴唇一动 他忙推一下纸笔 孙师兄 不劳您惊口预言 孙玄机想了想 试探道 如 果 五分钟过去了 许其安打了个哈欠 只一指纸笔 孙玄机叹息一声 再次认命 提笔写道 我收集了20道散碎龙器 李妙珍楚元枕和恒远 共收集6道龙器 你收集了多少 14道 许其安当即道 他这几天 就像得了零花钱的孩子 每天都数 一个铜板都不放过 正好30道 孙玄机点头 奋笔集书 那么 没有地书碎片的佛门 巫神教 以及乾隆城 不可能比我们收集的更多 对吧 这是自然 许其安点头给予肯定答复 可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渐渐地找不到龙器宿主了 这几天我不眠不休 驾驭炮台在各地不停搜寻 可却很难再找到龙器宿主 孙玄机写完 默默地看着许其安 似乎是希望他能给出看法 龙器宿主快收集完了 许其安给出脑海里闪过的 第一个念头 孙玄机摇头 附身继续书写 久违集数 九道至关重要的龙器 九十九道散碎龙器 这样啊 许其安顿时明白了 他们这边收集了 三十道散碎龙器 佛门 乌神教 和乾隆城 不可能比他们更多 因为这是冥冥中的 气运决定的 三方势力不可能比 他这个身负气运者 收集的更多 那么 剩下的龙器去哪里了 许其安心里一动 目光随之锐利 有我们不知道的势力 在暗中收集龙器 看来你也这么认为 孙玄机汉手 许其安宁眉不语 脑海里闪过九州大陆的势力 西域的佛门 中原的大奉朝廷 东北的乌神教 以及乾隆城的那一脉皇族 这些是已经下场的势力 没有下场的势力 有北境的妖蛮 南疆的古族 万妖国余孽 其中 北境的妖蛮率先排除 他们经历了上半年的战乱 百废戴心 首要任务肯定是重建家园 修养生息 就算让他们得到龙器 也没兵力入主中原 古族倒是有可能的 当年天古老人窃取气运 为的就是用气运 来修补如圣封印 龙器也是气运的一种 万妖国的终极目标 肯定是复国 夺回家园 但佛门是迈不过的剑 我要是九尾狐 我就合纵连恒拉盟友 先把佛门干掉 这个结果言抢龙器没有意义 反而会助长乾隆成叛军 而叛军是佛门的盟友 许其安心里一通分析 说道 古族 孙玄机点点头 低头书写 不排除这个可能 但我觉得 不应该把目光瞄准整个势力 也要注意那些有能力掌控龙器 寻找龙器的小势力或个人 许其安道 坚政有什么看法 孙玄机摇头 沉默了一下 他继续写道 现在说一说敌人的情报 根据可靠消息 宇州可能出现了一位 九道龙器之一的宿主 但在不久前 被一群神秘人劫走 根据旁观者描述 我判断是苍龙七秀 嗯 他们是在闹事中行动的 非常猖狂 九道龙器之一 许其安猛地 往座椅靠背一躺 捏了捏眉心 虽然他和穆男之说 底线是两条龙器 但事到临头 还是没来由的一阵烦躁 还有吗 无声地吐出一口气 许其安问道 东海龙宫的两个姐妹 在帮巫神教收集龙器 按理说 京香玉三周 会有九龙之一的宿主 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孙玄机在纸上写着 这句话还没写完 许其安迫切追问道 你为什么不宰了他们 孙玄机摇头 不敢 嗯 许其安用简短的鼻音 发出疑问 双胞胎之一 体内寄宿着纳兰天路的元神 巫师和道门一样 元神为根基 即使没有肉身 战力也不会削弱太多 我和他们在不远不近的距离遭遇过 双胞胎没发现我 但纳兰天路锁定了我 幸好我跑得快 传送阵真好用 许其安抬头 看见孙师兄脸上 露出了后怕和庆幸 纳兰天路是被卫公杀死的 我是卫公的传人 许其安又捏了捏眉心 我知道了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强笑道 孙师兄 咱们说一些有趣的事吗 孙玄机想了想 提笔战末 写道 杨师弟离京了 坚政老师有任务交代给他 这算什么有趣的事 许其安心说 我还以为他又双弱被坚政镇压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 杨师弟试图趁老师神游时 在祭天大典上 宣布捐出斯天剑所有钱财 笔触轻轻游走纸面 许其安看着这行字 心里一连串的好家伙 一旦给他成功 文武百官和皇帝亲眼见证 就算是坚政 也很难后这脸皮反悔 换成其他白衣术士这么干 满朝文武不会信 还会通知斯天剑 把这个神经病弟子带回去 但杨千焕是坚政的三弟子 堂堂四品高手 他是能一定程度上代表斯天剑的 许其安老神在在 因为他知道 以老银币的手段 帝王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 为了掩人耳目不被察觉 杨师兄以美食诱惑采威师妹 帮他监视坚政老师 但坚政老师早有所料 把天机盘交给了宋师弟 一旦杨师弟离开关心楼 便立刻镇压 在这件事情上 宋师弟绝对比任何人都积极 武师妹也在其中立了大功 他向来是很乖的 老师的话他都会听 许其安都听得愣住了 心说 这是什么四天尖板的无剑道 监政有经验了呀 知道用徒弟制衡徒弟 监政给杨师兄的任务是什么 不知 我只知道 杨师兄是带着采威师妹一起走的 他也被发配出去了 除采威这蠢货 脑子不行 就别掺和这种掉脑袋的事吗 我的情报给完了 孙玄机道 许其安想了想 把魂天神经的事 以及自己与九尾天狐的交易 说了一遍 孙师兄 你怎么看 孙玄机沉吟许久 写道 他应该掌控了部分神书的残躯 他的意思是 封魔定只有佛门密法能解 九尾天狐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说明 他掌控了神书的部分残躯 我也觉得是这样 许其安点头 我没事了 孙玄机汗手 脚下清光生腾 裹着他离开 见状 矜持地坐在床边 拿捏着王妃一太的慕男枝 吐出一口气 不悦地瞪了眼男人 总是三更半夜地来 烦不烦 男女有别的道理 你不懂吗 他记得 上次许其安在被窝里压着他 孙玄机也来了 孙师兄来之前都会通知的 上次是我们不了解他 没做好准备 再说 身在江湖 就别那么多规矩了 客房只是临时歇脚的地方 许其安随口安慰一句 咀嚼着孙玄机带来的情报 他心里沉甸甸的 犬戎山 方圆百里犬戎山 是武林盟赵基之山 以庭院森森的盟主府为核心 风鸾对质 如龙虎相争 山丹水绿 云雾生腾 美不胜收 独臂老周是武林盟的百夫长 按理说 哪怕是在高手如云的武林盟 百夫长也可以说是中流砥柱了 可惜 独臂老周 是个没有实权的 据说 武林盟一直沿用老盟主流下来的军队编制 600年来从未改变 他百夫长的官职 是用右臂换来的 老周原本是一名侍卫 大概一个月前 随队伍护送曹青阳的妻子 和一双儿女回娘家省亲 遭了仇人截杀 老周的右臂 就是当时没的 为曹青阳的儿女挡了一刀 达纳以后 老周就从一个小小侍卫 提拔为百夫长 受百夫长待遇 只不过没有实权 作为一个练精进的武者 缺了右臂之后 战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断臂老周拎着一壶酒 迎着寒风 敲开了某间院子的门 院门打开 一个穿着厚棉衣的中年汉子 笑容满面 老哥你可算来了 狗肉正香着呢 快 里边请 中年汉子高高瘦瘦 双臂格外的长 他叫王游 是站岗的弓箭手 两人入屋 坐在桌边享用烈酒和狗肉 喝着滚烫的汤汁 在寒冷的冬季 浑身舒畅 老哥你可真厉害 一条手臂 换来百夫长的待遇 一辈子衣食无忧啊 不像我 那点钱全花在女人肚皮上了 王游满脸感慨 喋喋不休地抱怨 老周喝着酒 哈哈大笑 人这辈子活着 不就是为了睡在女人柔软的肚皮上吗 两人边喝边吃 什么都聊 酒过三巡 王游依附闲聊的语气道 老哥 你上次说曹盟主的那双女儿 挨了敌人一掌都没死 真的假的 老周打了个酒鸽 大声说 骗你坐肾 我当时离他们最近 为保护两娃子 才被砍的手 给我亲眼看到那两小娃娃 被拍了一掌 当时是没气了 要不然仇人能走 可你猜怎么着 半刻钟不到 他们又醒了 王游笑道 肯定是你看错了 老周不满地拍桌子 怒道 你不信还问我两边 王游立刻拱手道歉 很快 狗肉火锅吃完 老周心满意足地离开 王游眼里的罪意荡然无存 他走到床边 从床底拉开一个箱子 取出里面的笔墨纸燕 铺在桌上书写 武林蒙曹青阳子女 疑似龙气宿主 第117章 案子 王游把打探来的情报 写在密信里 末尾 添了一句自己的总结 曹青阳的子女 年纪尚幼 养在身宅大院之中 鲜少与外人接触 义无表现出 异于常人之处 质子启蒙不久 心智尚未成熟 即便龙气附身 孔也神异不显 卑职无法窥探到龙气 旺大人早早想办法确认 武林蒙的老祖宗避世不出 后山是禁地 除曹青阳外任何人闯入 都会被犬龙一手击杀 但卑职暗中打探后 发现后山外围多了一批暗装警戒 因此判断武林蒙老盟主的状况 或许愈发下滑 写完 他吹干墨迹 然后吹了口哨 恶请 后院的林子里 飞来一只黑色的野鸟 落在敞开的窗边 黑色的眼睛悠悠地看着他 网游不紧不慢地取出主管 绑在野鸟脚上 摸了摸他的头 野鸟正翅飞远 网游目送野鸟远去 呼出一口气 这种鸟是很寻常的野鸟 它没有传信白鸽那么显眼 在武林蒙用飞鸽传书 那是在侮辱武林蒙的智商 以及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 用一种随处可见的野鸟 就能很好地规避大部分风险 毕竟犬容山纵横百里 林蒙苍苍 最不缺的就是野鸟 当然 依旧有被人无意中射落的风险 因此不是重要信息 不会飞鸟传书 值得一提 这种鸟是受古族新古式训练过的 因此才能充当信使 网游关上窗户 在火炉里添了一把炭火 裹着厚厚的羊皮球 借着酒镜 侧卧在床上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 沉睡中的他耳廓一动 豁然惊醒 伸手摸向枕头下的短刃 碰 在他握住短刃的同时 脑袋被炖气狠狠砸中 万念俱消 迷迷糊糊中 不知过了多久 刺骨的凉意浇在脸上 网游呻吟着苏醒过来 他的眼神从茫然到锐利 仅用了不到一秒 压住内心的慌乱 冷静地环顾四周 同时感应一下身体现状 他被五花大绑着 浑身酥软 似是中了某种迷药 这是一间密闭的房间 石墙上挂着锁链 狼牙棒 镣铐等刑具 角落里摆着老虎凳 剁足刀 包皮台等大型刑具 此外 网游还看到一些 专对付女犯人的 比如木驴 千人骑等等 密室里稍着探盆 探盆左侧的大椅上 端坐着一个黑衣男人 他左脸颊 又一道争鸣丑陋的刀疤 马脸 绿豆眼睛 五官也和刀疤一样丑陋 网游认识他 是武林盟掌管刑罚的大思域 你真名叫什么 大思域笑眯眯道 网游露出惊恐和迷茫之色 诚惶诚恐 小人网游 是南风港的弓箭手 不知犯了什么错 请大思域明示 没没没 大思域连连白手 真诚地解释道 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你没犯错 你犯的是区区死罪 网游脸色大变 高声叫道 小人忠心耿耿 为武林盟效力多年 何来死罪啊 大思域笑道 你觉得 少主和小姐年纪尚幼 硬挨仇人一掌不死 这么离奇的事 曹盟主会不放在心上 会不调查 你不妨再想想 当日护卫队人数不少 别人都守口如瓶 怎么就老周 没有收到封口的命令 网游瞳孔收缩了一下 他没有再说话 口腔里的舌头隐晦的角动 你的那颗 假牙我给你取出来了 里面藏着毒药 我找了条狗实验 请客间毙命 则则 这毒可不是一般人能练 你的真名是什么 网游低着头 辩解道 小人只是好奇才问的老周 思域大人误会了 大思域微笑道 我从不问第三遍 虽然我不喜欢折磨人 但也从不抗拒 用一些残酷的手段 来达成目的 嗯 相比起寻常的刑罚 我更喜欢另辟蹊径 求辩求星 这样才够意思 比如说 千人骑这种刑具 同样也可以用来对付男人吗 扒掉他的裤子 两名下属上前 把浑身酥软的网游提起 让他趴在刑具上 再用绳索将他牢牢捆绑 值得一提 千人骑的模样 类似于火炮的炮管 网游咬着牙 一声不吭 他已经知道自己 即将面临怎样的屈辱 但接下来 大思域的举动 却让包括两名下属在内的三人 脸色一变 大思域拿起碳盆里炙烤的铁钳 轻轻吹了一口 通红的烙铁映照他的脸 嘴角的笑容愈发深刻 网游脸色陡然惨白 两名下属 猛得加紧 臀部肌肉 夜色沉沉 寒风凛练 大思域披着黑色大肠 带着两名随从 于夜色中进入盟主府 堂内 得到通报的曹青阳 早已等待着 他紧穿着轻薄的蓝袍 魁梧的身躯 宛如高山般厚重 沉稳 内敛 方正的国字 脸面无表情中透着严肃 盟主 大思域抱拳行礼 曹青阳抬手示意他入座 让下人奉上热茶 大思域喝了口热茶满胃 缓缓道 查清楚了 网游是一个隶属于天机宫组织的蝶子 七年前被安插在盟中 根据他的交代 是因为上一任蝶子死于意外 他才被补充进来 但上一任蝶子是谁 死于何时 他并不知道 曹青阳浓眉微皱 半沉淫半思考 天机宫 名字听起来 似是与四天间有关 身为剑州武林盟的一把手 三品术士叫天机师 这个他是知道的 天机宫不可能会对付我 你们抓错人了 曹青阳皱眉 月余前 妻子回娘家 省情遭了埋伏 显然是盟中有蝶子 泄露了情报 曹青阳一直在暗中调查 试图揪出蝶子 大思域脸色有些怪异 道 属下审出了另一件事 大思域措辞片刻 据网游交代 他在寻找一种叫龙气的东西 此物会俯身在人身上 得到他 会变得浮渊深厚 展现出种种异常 比如 某个资质平平的人 突然开窍 变得天资聪明 某个底层的江湖武夫 忽然修为大长 奇遇连连 说到这里 大思域看一眼曹青阳的脸色 见他漠然不语 便继续道 他认为 少主和小姐死而复生 可能是龙气的缘故 但无法确认 今日以飞鸟传信给上级 希望他能想办法确认 网游的级别太低 对于天机宫的内幕 背景 了解不多 曹青阳沉默许久 似在消化情报 隔了阵 他问道 龙气 大思域道 属下也困惑 但网友也不知道 龙气究竟是什么 天机宫应该是采用了 广撒网的方式 来寻找这个龙气 只透露 龙气会造成的现象 但没有讲述它的本质 曹青阳指头敲击茶击 语气缓慢地说道 这么说来 那个天机宫 有观测龙气的手段 可我并未发现 船和雪儿身上 有所谓的龙气 嗯 旺气术时术时的手段 天机宫果然和四天剑有关 此事倒也解开了我的疑惑 可惜老祖宗经历京城之战后 状态极其糟糕 不得不陷入沉睡 不然两个孩子出事当日 说不定他就能从老祖宗那里 寻到答案 曹青阳喝了一口茶 问道 网友还活着 大思域笑道 自然活着 每一个碟子 都是很有价值的 曹青阳恩了一声 道 如果是四天剑的人 就暂且留一命吧 派人去一趟京城 向四天剑寻求答案 他想了想 又抬手说道 不 暂时不要声张 听我安排 先向老祖宗求证一下 了解龙契 并听听老祖宗的意见 此事关乎儿女 他必然要慎重 大思域点头 起身拱手道 属下告退 曹青阳出了大堂 转入内院 分别去看了看儿子和女儿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今年七岁 恰好到了不同席的年纪 曹青阳早年沉迷舞道 成为盟主后 又操劳于盟中事务 到了儿历之年 采取七生子 虽算不得老来得子 但也是高龄了 因此 对双胞胎极为疼爱 内院温暖的大厅里 曹淳腰间跨着木剑 在炭火熊熊的厅内玩耍 乳娘在身后追着 不断提醒她 注意探盆 曹雪则安静地 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和她一起看画着 图画的小人书 见曹青阳进来 曹淳立刻不闹腾 曹雪也从母亲怀里坐直 挺起小小的身板 兄妹俩 比较畏惧不苟言笑的父亲 曹青阳脱下袍子 递给迎上来的乳娘 招了招手 唇儿过来 曹淳在她面前站的笔直 叫道 爹 曹青阳微微汗手 露出一丝笑容 许久没有考向你的剑术了 看一眼她腰间的木剑 给爹耍耍 曹淳眼睛明亮地点头 小脸有些兴奋 当即抽出木剑 有模有样地耍了一套剑法 竟有几分灵力 妻子笑道 唇儿不知怎么的 突然开窍了 相公 这是不是和你很像 曹青阳年轻时 曾被人嘲笑 资质愚钝 连带着上一任盟主 也被人按忠耻笑 识人不明 她心无旁骛 埋头苦练 每日挥拳八千 很多年后的某一天 她忽然发现 自己成了武林盟青壮派里的第一高手 碎成佳话 曹青阳却没有半分笑意 一言不发地披上袍子 离开内院 她出了府 目标明确地往后山行去 一肚子的疑惑 想要问老祖宗 龙气是什么东西 为何会在两个孩子身上 司天监队所谓龙气的态度等等 她很快来到崖壁前 来到禁闭的石门前 老祖宗 青阳有事询问 她躬身道 连喊三遍 石门内毫无回应 老祖宗还在沉睡 何时能醒 当日京城一战 让她的状态愈发糟糕了 而许其安承诺的酒色莲藕 却迟迟未知 曹青阳心里沉重 正要再次呼喊 崖壁上忽然亮起两盏血红灯笼 冷冰冰地望来 曹青阳便知 她离开不要打搅 她无奈地行了一礼 原路返回 江州边界的小城 苗友方咬着一串冰糖葫芦 道 我发现边界的难民 比其他地方少很多 李林素也咬着冰糖葫芦 道 这是因为此地临近建州 难民都逃到建州去了 苗友方满脸疑惑 道 建州很富裕吗 风调雨顺之地 自然是富裕的 建州有武林盟 号称建州真正的主人 就算是建州三思 也要忌惮几分 李林素侃侃而谈 建州江湖极有秩序 匹夫为非作歹 会被武林盟 以雷霆手段除去 与凶徒聚集的云州 恰好相反 同时 官府和武林盟相互制衡 谁都不敢太肆无忌惮 我只听说 建州是武道圣地 苗友方不太相信 反驳道 按你这么说 难道朝廷不管吗 任由一个江湖势力 如此壮大 我听说建州武林盟 有一位超凡进的老祖宗 不知是真是假 李林素笑道 那你说个屁来 苗友方撇嘴 两人展开争执 话题渐渐与偏离 与难民 富裕没啥关系了 你要不信 大可问问徐千 李林素哼道 许其安的身份和地位 肯定会这些隐秘有所了解 苗友方立刻看来 吃着糖葫芦的木南枝 和舔着糖葫芦的白鸡 也兴致勃勃地 看向千马而行的许其安 确实有一位老家伙 而且是与国同龄的老家伙 许其安斟酌道 不过朝廷能容忍武林盟的存在 倒也不全是忌惮一位超凡武夫 要知道 大凤鼎盛时期 别说一位超凡 两位超凡都不够看 那是为什么 苗友方愈发不减 兴趣十足 李林素侧耳倾听 他知道许其安 有一肚子的密文去世 身份还没暴露时 自己就经常从他那里 听来一些古代密文 正因如此 自己才对徐千的身份深信不疑 忽略了一些细节和破绽 没有看穿他身份 许其安道 当年大周末期 群雄并起 一位江湖匹夫 在剑州拉起一对人马 展开了逐鹿中原的征途 后来 各路人马被消灭 统合 只剩两只 一支是大凤开国皇帝的军队 一支 就是这位剑州武夫的军队 彼时大周一灭 中原百废戴心 他不愿再造杀孽 便与大凤开国皇帝约战 胜者入主中原 败者隐退 后来的结果你们都知道 大凤因此而生 当初我听说此事 只感慨高祖皇帝的强大 如今才回过未来 剑州这老匹夫 其实并没有称帝的念头 他造反 纯粹是因为当时百姓 实在活不下去 内心里 追求的应该是武道 而高祖皇帝 对武道和长生兴趣不大 他热衷于王图霸业 两人追求不同 便注定了结果 剑州老匹夫隐退时 高祖皇帝和他约法三章 允许他在剑州保留嫡系军队 算是对自己 以及后代的一个警示吧 到了如今 当皇帝对剑州的态度 怎样已经不重要 坚政的态度才是关键 剑州能延续到现在 是坚政默许的 说到这里 许契安叹息一声 现在想来 武林盟也是坚政的棋子之一 这老银币 不知道他的棋盘里 还有多少棋子 天命师是天生的棋手 许契安于心里感慨 云州 乾隆城 披着简易袈裟 露出半个剑朔胸膛的和尚 盘坐在茶几边 你既已谋划了这么多年 应该不会没料到今日 加罗树菩萨 看一眼对坐的白衣术士 他指的是 云州此时的困局 坚政就堵在云州之外 谁敢出去 谁就第一个死 当然 对加罗树菩萨来说 硬刚就是了 就算中原是坚政的地盘 他也可以横躺 身为掌控金刚法香 不动冥王法香的他 一品中能杀他的人不存在 许平峰一旦起事 他会负责缠住坚政 许平峰则负责功成夺地 但加罗树菩萨觉得 如今许平峰解决不了眼前的危机 那这个盟友 未免太过不济 许平峰笑道 莫及 郑北王和卫渊是坚政老师 摆在明面上的棋子 他还有很多案子 待我一一把除 第118章 千里之外 一枪取人 案子 加罗树菩萨分身 以一种可知可不知道的轻松语气 反问道 坚政老师是天命师 最擅长的便是布局 很早以前 我认为只要解决掉 贞德帝的三具分身和未冤 便能成事 好在我从未小觑过他 无数次闭关推演 逐渐发现了一些 隐藏极好的案子 许平峰停顿一下 举杯饮茶 笑道 武林盟便是坚政老师的案子 他便如一支养在江湖的军队 不属于朝廷 却拥有极其不俗的战力 大部分时候 他只是一个江湖势力 可当有朝一日 朝廷腐朽 军队不堪 这支休养生息的秘密军队 就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用来评判 加罗树点点头 武林盟早已暗中投靠了监政 他对这个中原江湖的势力了解不多 武林盟并没有资格入一品菩萨的法眼 许平峰摇头 不 那老匹夫不会投靠任何人 可惜啊 可惜 加罗树菩萨 把玩着右色艳丽的茶展 等着白衣术士解释 此人当年 与高祖皇帝有过约定 假如哪一天朝廷腐朽 重蹈大洲覆辙 他便揭竿而起 推翻大凤 乍一听 似乎是可以拉拢的盟友 其实不是 如今的大凤 与当年的大洲不同 大洲气数已尽 腐朽入骨 早已不可挽回 而大凤在远景备展后 新军登基 励志革新 在很多有识之饰演中 这是王朝焕发生机的表现 寒灾是天灾 天灾总会过去 况且 朝廷也在努力振灾 说明朝廷并非腐朽到毫无作为 况且 在那老匹夫看来 这是大凤龙气流失造成 帮助朝廷找回龙气 肯定比展开一场席卷中原的战争要更好 许平峰提起茶壶 往茶盏里添加热茶 感慨道 我可惜的是 那老匹夫是个立志武道登顶的武夫 追求不同 便注定了 他不可能成为盟友 若是个野心勃勃的 遇到这种大好时机 就绝不会放过 那才是盟友 加罗树面无表情的旁听 许平峰挥了挥手 桌上的茶盘 瓷器等物迅速扭曲变化 被生生练成一副棋盘 两合棋子 他一手挽袖 一手捏出瓷棋子 啪地落在棋盘上 大凤阵营的超凡高手 坚政老师 仁宗道手 儒家赵首 许契安 每报一个名字 便落一子 赵首立的命 是为儒家宿己粮 重返辉煌 于他来说 这皇位由谁做 区别不大 甚至更愿意看到有人取代如今的皇室 这样儒家读书人 才有出头之日 再者 儒家衰弱至今 只有他一位三品 参与龙器之争 或许会有陨落风险 他或许不怕死 但儒家却不容他死 此人无需顾虑 许平峰把代表赵首的棋子 放回棋盒 落于横渡劫在即 虽然当了偶的儿媳妇 初步平息夜火 但这也意味着他 距离天节又进一步 如今需要平衡日渐壮大的法力和夜火 一旦失衡天节转瞬极致 把代表落于横的棋子 也放了回去 许七安修为尚未恢复 如今至多是三品初期 甚至不如 不足为虑 把代表许七安的棋子 轻飘飘地丢回棋盒 武林盟老匹夫本身状态不对 京城一战后 我料他愈发糟糕了 如今怕是处在河道失败的边缘 面临肉身崩溃的危机 那么 想保住武林盟 坚政就必须亲自出手 云州的困局自然解了 加罗树菩萨何时 淡淡道 想来 你早已准备好了 毁灭武林盟的刀 许平峰笑道 此前尚未准备妥当 现在 我等来那个时机了 青州边界 成交破庙 在此地打坐清休数日的静心睁开眼 缓缓起身 走出了破庙 他站在院中 无声地眺望 许久后 静缘化斋返回 金刚无需进食 但身为四品的他们 依旧是血肉之躯 还是得恰犯 师兄弟对视一眼 静心叹息道 我无法入定了 静缘心里了然 但人问道 何故 静心轻声道 心魔入侵 这段十日以来 我脑海里反反复复闪过 雍州城外的争斗 闪过师兄弟们 被他一刀斩杀的场景 恐惧和愤怒 时时灼烧我的心灵 让我无法平静入定 静缘默然片刻 脸庞冷峻 你许的红愿是什么 静心不作隐瞒 我选的是杀贼果位 杀贼果位有两个能力 斩断世间一切烦恼 斩杀世间一切敌 前者可斩自身烦恼 也可斩他人烦恼 后者则是纯粹的暴力加成 从根底上抹除 对方存在 通俗的话 就是杀人 静缘淡淡道 师兄 这便是你的机缘啊 你的烦恼因他而起 若是能因他而终 你便能成就杀贼果位 迈入罗汉之位 静心眼神茫然 要杀他 谈何容易 许红愿是修成果位的必经之路 而杀贼果位相关的红愿 有两种模式 一 杀佛门大敌 或杀己身宿敌 杀佛门大敌的红愿很难达成 因为能成为佛门大敌的 就不是四平苦行僧能对付 杀己身宿敌同样艰难 既是宿敌 那必是随时会有陨落危险 二 斩自身心魔 这条路子乍一看简单 但其实更加虚无缥缈 很可能一生都无法达成 甚至有些苦行僧致死 都没能触摸到自己的心魔 静心想修成果位 成就罗汉 杀许切安 是成功率最大的办法 也是死亡率最高的 静元默然 罗汉果位 本就只有大造化大纪元之人 才能修成 就在这时 一位裹着黑袍 带着兜帽的天机宫密探 沿着山道来到破庙外 静心和静元同时停止交谈 侧目看去 我要见两位金刚 密探说道 师叔和师父说的命令来了 静心双手合十 礼边请 密探汉手 大不静妙 小妙不大 青岛的山神泥塑前 盘坐着两位肤色暗精 后脑火环燃烧的金刚 公主有密信 要给两位金刚 密探自怀中取出信封 恭敬的双手奉上 杜南金刚摊开掌心 让信封自动飞来落在手掌 他拆开看完 问声道 可还有其他 密探旋即又摸出一只金属盒子 宫声道 这是公主让我转交给两位的 杜南接过 未曾打开 汉手道 我等已经知晓 闻言 密探攻身河时 退出了小庙 院外的静心和静元 目送密探离开 并肩进入小庙 杜南金刚扫了两人一眼 加罗树菩萨有令 让我等即刻动身 前往剑州 灭武灵盟 武灵盟 身为西域佛门弟子 静心和静元 对这个大缝江湖组织 实在陌生 杜南金刚没有回答 转而打开了金属小盒 一抹璀璨的金光 映入静心和静元眼中 刺得他们下意识闭上眼睛 同时 一股磅礴浩瀚 让人心灵站立的力量 充斥小妙空间 四周空气变得灼热 仿佛直面了火山喷发 肺部火烧火凉 啪 杜南金刚事实 合上金属盒子 鸣刻在表面的阵法 应激生效 屏蔽了这道可怕的力量 这是加罗树菩萨的 一滴精血 可让我 或杜南失地 短时间内 施展出金刚法相 丑陋的修罗金刚杜凡 给出解释 加罗树菩萨的精血 静心和静缘相识一眼 屏住了呼吸 杜南则说道 那位公主 让我们北上宇州 与鸡玄等人会合 原来建州还有这段历史 我竟然从未听说 李灵素恍然 咬了一口糖葫芦 不得不承认 对许奇安是有些佩服情绪的 此人左国师又王妃 京城还有一众貌美如花的 红颜知己 是个人渣 但不管是修为还是建设 都远超同龄人 李灵素作为天宗圣子 骄傲是必然的 也有这个资格 踏入江湖前 他自诩九州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是最巅峰的那一小撮人 事实也是如此 然而 这一代的年轻人里 出了一个许奇安 压得所有青年俊艳 黯然失色 即使是成名已久的老一辈强者 也得感慨一声 后生可畏 这样 苗友方听得津津有味 以前竟然没有听说书 讲过这么有趣的历史 他虽然认字 但读书不多 顶多是启蒙而已 大部分文化知识 是从说书先生那里得来 就如当年的山海关战役 至今 还有一些酒楼茶馆 在老调重谈 苗友方从说书先生那里 听来许多野史 正时 就认为说书先生嘴里 有着所有历史 你知道当才徐千说的东西 有多隐秘 多重要 多有价值吗 李灵素吃笑一声 习惯性的斗嘴 抬杠 你又知道了 苗友方也习惯性的斗嘴 然后道 说说看 李灵素哼道 这些隐秘未必有用 但绝对是层次极高 不具备一定地位的人 无法接触的内幕 这有助于你看清世界的本质 以及自我沉淀 哼 现在的你 满嘴的他奶奶 本大爷 睡女人等粗鄙之语 奈何本人没文化 一句卧槽行天下 许其安内心做出总结 苗友方不以为意 武夫不就是粗鄙吗 李灵素一时哑然 竟无言以对 默然片刻 才说道 但你现在不同 能给徐谦当随从 是你人生的转折点 若是继续粗鄙下去 终究难登大雅之堂 苗友方看一眼许其安 不太杠了 陈寅道 那我该怎么改变 许其安笑道 首先要注重涵养 不要满嘴粗鄙之语 比如把你是人渣 改成你是李灵素吗 人渣竟嘲讽我是人渣 李灵素呵呵道 徐前辈可真谦虚 徐其安指了指圣子 看着苗友方 看 这又是一个例子 学学人家 小白胡旁听了 三个人足雄性的相声 昂起脸看着木南枝 娇声道 咦 我也要学吗 木南枝撇嘴 你会学废的 别搭理他们 徐其安笑盈盈地回眸 看一眼花神转世 后者用明亮水润的眸子 反瞪他 你对建州这么了解 以前游历过建州 徐其安问出了 一直以来在意的问题 李灵素点点头 建州离天宗不算太远 我和师妹下山后 第二站就是建州 天宗离建州不远啊 徐其安默默记下 继续问道 那有没有相好呢 李灵素避而不答 这反而让徐其安有些好奇 李灵素从不认为自己是渣男 因此 在乱搞男女关系上 没有太大的避讳 鲜少有这般讳莫如深的态度 正常的情缘 肯定不止于这样 看来是一场 不太好说出口的爱情 那么问题 多半是出在女人身上了 有夫之妇 想到这里 徐其安本能地回头 看向木南枝 你看我作甚 木南枝柳梅倒树 怒不可遏 提到相好这个话题 徐其安就扭头看她 这摆明了 是把她摆在相好这个位置 骄傲高贵的花神转世 是不会承认自己是相好的 苗友方黑了一声 听说剑州的万花楼美女如云 各个国色天香 李兄 你要真是个风流的多情种 肯定不会放过 徐其安缓缓点头 这倒也是 剑州万花楼 确实美女如云 风华正茂的少女 妩媚艳丽的美人 还有风韵游存的熟妇 尤其那万花楼主 肖岳奴 国色天香啊 那身段 那容貌 那气质 那韵味 突然瞥见木南枝 脸色阴沉 芒画风一转 都不及南枝一根汗毛 倒也不算拍马屁 就算是国师这样的角色 在花神转世面前 仍是差了一些 不是五官和气质上的差距 而是一种 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感觉 徐其安把这种感觉 理解成花神独有的魅惑 但不可否认 肖岳奴的综合评分 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 万花楼的美女如云 苗友方一脸向往 李灵素沉默不语 骑着马 哒哒哒跑远 苗友方连忙追上去 产媚讨好 李兄 你是不是真有相好的 在万花楼 兄弟我还没讨媳妇呢 给引剑引剑啊 以后你就是我亲哥 不 亲爹 徐其安看着一对火宝 追逐着跑远 耳边传来木南枝 阴阳怪气的声音 某人的心呀 是不是飞到那个 萧月奴身边去了 是啊是啊 我已经千里之外 一枪取他针操 因为这句话 徐其安的脑袋 被碎石子砸了一路 宇州 鸡旋等人 外出搜寻龙器宿主返回 便见临时落脚的住处 多了九位不请自来的客人 他们巨视一身黑袍 区别在于 其中八位身躯略显臃肿 黑袍之下 四还藏着甲咒 而另一人 则是正常体型 苍龙七秀 以及一位天机工密探 踏入院子前 就已经感应到堂内有人的鸡旋 毫不意外地打招呼 诸位久等了 他拎着柳红绵 许元双等人 在另一侧入座 沉声道 发生了什么 没有突发情况 苍龙七秀和宇州的密探 不会连眉而至 宇州密探 拿起手边的密信 斗手甩了出去 鸡旋伸手接过 面带疑惑地展开阅读 看完后 他脸色肃然 七哥 许元怀问了一句 鸡旋把信给了对方 许元怀看完 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爹要我们灭了武林盟 武林盟内有九龙宿主 第119章 巨手 身边的许元双 匹首夺过密信 宁神阅读 接着传阅给柳红绵 白虎和喜欢丹香 看完 众人面露一色 这是入江湖籍龙气以来 天机宫的公主 首次下达命令 突兀的 灵音般的笑声响起 笑声先是欢畅 继而有些凄凉 众人纷纷扭头 看向捧腹大笑 笑出眼泪的柳红绵 鸡旋默默地看着他 隔了一阵 直到妖娃五妹的女子平静下来 他语气柔和地说道 红绵是万花楼的弟子 他对武林盟最为了解 是前弟子 柳红绵纠正了一句 明媚如桃花的脸蛋 轻着淡淡的笑容 又恢复了往常 那副颠倒众生的姿态 他沉阴片刻 道 剑州被江湖誉为五道圣地 就是因为武林盟的存在 从开国之初 他就是剑州的庞然大物 六百年里 武林盟维护剑州江湖秩序 让剑州有了帮派 繁荣成长的土壤 时至今日 剑州江湖排的上号的帮派 都是武林盟的下属 柳红绵扫了一眼在座众人 继续道 武林盟的附庸势力里 有九个门派最为强大 分别是神权帮 万花楼 墨阁 千姬门 神行宗 铁一堂 羽山 白鹤冠 剑州商会 这些势力的祖师 要么是武林盟里出去的 要么是在武林盟的扶持下 开宗立派 几百年来 与武林盟同气连支 至于小帮小派的 我便不赘述了 徐元怀沉声道 这些帮派里 都有四品高手 柳红绵汉手 至少有一位 众人顿时沉默 撇开苍龙七秀不说 若是仅凭他们 根本不用武林盟亲自出手 挥下的众帮派 就能让他们灰飞烟灭 而且 附属帮派里 肯定还有其他高手 只要没到超凡进 撤轮战是可以有效 杀死四品的方式 断臂的白虎则道 说说武林盟总部的情况 文言 众人目光聚焦在柳红绵身上 包括苍龙七秀 武林盟在犬戎山 山脚下有一座军阵 号称有两万众骑兵 但其实最多八千骑兵 而众骑不会超过四千 两万兵马 是当年老盟主的嫡系部队 当然 已经更新换代 不知道多少次 柳红绵边回忆 便说道 除军队外 武林盟内部的高手不好统计 就算是我 也无法准确判断 我认为 真正值得重视的 是曹青阳和老盟主 曹青阳在江湖摆墙榜中排前五 半步超凡 单打独斗 我们中任何一位遭遇他 都是死路一条 至于老盟主 虽然江湖上不少人认为 他的存在 是武林盟制造出的噱头 但以我们的层次 自然知道 他是真实存在的 不过老盟主数百年来 从未露面 此前我不知道这是为何 如今看了公主的迷信 才知事情原委 介绍完剑州江湖的情况 他不再说话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马 鸡选冷静地做出判断 他看向宇州密探 道 传信给东海龙宫的东方姐妹 还有两位金刚 与此地意识 让他们速速赶来 越快越好 今日休目 徐二郎骑乘快马出城 一个时辰不到 抵达了京郊的云路书院 他快速登山 穿过书院 静止来到后山竹林 院长 此就拜见 许新年在竹楼外坐一 他脚下轻光一闪 人被带到了竹楼内 雅致整洁的竹楼里 赵首一人端坐在岸边 手里品着香名 对坐的位置 已经有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许新年知道 这是给自己准备的 也知道 这是赵首给出的态度 原本以他的身份 没资格和赵首平起平坐 不管是修为 还是师长的身份 在赵首面前 许慈就都应该站着 多谢院长 许新年坐一 坦然入座 两件事要托你帮忙 赵首放下茶盏 目光温和 替书院乘一份折子上去 替我约王真文 午后喝茶 许新年目光闪烁 略作迟疑 好 江州边界 小母马甩着马尾 低头嚼着木桶里的金饲料 两边的两匹公马 对他的饲料垂涎不已 把脑袋探过来 试图奋一杯羹 每每这个时候 小母马就会甩动脖子 给对方一个头锤 西边的篝火前 木南枝在架齐的铁锅里翻炒着野菜 许七安躲着山林里打来的野味 李林素则在蹲在西边清洗食材 苗友方没有干活 他在不远处打拳 浑身大汗淋漓 铜皮铁骨之后 就是无品化镜 这个境界最大的特点 就是从土纳契机 回到打熬气血 许七安一边骗肉 一边传授 但和练经禁食 纯粹的打熬气血是不一样的 你需要用心地感悟身体的律动 完美驾驭力量 苗友方手脚不停 高声回应 我已经能驾驭了 李林素吃得笑道 你还差得远 你一个倒是懂个屁 苗友方骂道 李林素不理会他的脏话 说道 人生而能控制自己的手脚 驾驭身体 但这是对身体最浅薄的运用 常人能发挥肉身的力量不足十之一二 危机关头会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 便是最好的证明 无品化镜的精髓 就是掌控这些无法掌控的力量 我说的可对 徐前辈 徐奇安点头 赞同李林素的话 补充道 这个境界无法速成 也无法用资源去堆 靠的是个人天赋和顿武 越往高品级走 越需要机缘和悟性 各大体系都是一样的 不过先辈的经验 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我建议你 除了打拳外 每日坚持不懈的冥想 锤炼元神 苗友方问道 为何还要锤炼元神 不是打熬肉身吗 徐奇安笑道 因为身体是受大脑操纵的 脑子开发得越好 对身体的驾驭能力越强 苗友方似懂非懂 李林素则若有所思 王府 徐二郎在王府用过午膳 被王思慕带到了闺房的外厅 即使两人有婚约在身 但尚未出嫁 女子闺房也不能让未婚夫进去 外厅摆设奢华 铺设昂贵第一 博古架上摆着各种古丸真品 墙上挂着名家字画 王思慕才情极高 秀外汇中 与他相处总能感觉到愉快 偶尔也会向秦郎发发小兴子 好在二郎不是以前的钢铁直男 还是会哄几句的 等春季过去 林月妹子应该就19岁了吧 王思慕笑盈盈地问道 徐二郎心里想着事 心不在焉地点一下头 也是到婚嫁的年纪了 可有定亲啊 王思慕又问 在大奉对于女子婚配的年纪 平民通常是14岁以后 达官显贵家庭 则在16岁以后 最迟不能超过22岁 否则就是大龄圣女了 徐二郎看一眼21岁的未婚妻 道 不急 再过几年吧 王思慕笑着点头 补充一句 等我们成婚后 他能挑的夫婿就更多了 王思慕的思路很清晰 将来嫁入许府时 一定要把许玲月嫁出去 单单是一个许家主母 就给他巨大压力 若是再让那个喜欢装可怜 半柔弱的妹妹横插一脚 自己将来的地位堪忧 当然 王思慕也不是个好斗之人 嫁人就是为了宅斗 他只是想减轻自己身边的威胁 尽量不受人钳制 徐二郎嗡嗡嗡嗡地敷衍了片刻 道 我还有事与王首府商量 王思慕点点头 柔声道 爹似乎病了 前阵子一直在咳嗽 人也昏昏沉沉的 总是发呆 徐二郎一愣 关切道 找四天剑的术士看过了吗 王思慕叹息一声 四天剑的人说 爹是积劳成疾 忧思太重 需要静养 另外还染了些风寒 以前未冤灾的时候 他斗志昂扬 现在未冤死了 他没了政敌 那谷子竟一下子泄了 原本还可以一展报复 谁知灾情汹涌 许二郎神色沉重的点头 从未婚妻住处离开 他轻车熟路地来到王首府书房前 扣响了门 得到允许后 推门而入 王首府抱着热腾腾的茶盏 坐在暗后 身前空无一物 刚才似乎在坐着发呆 首府大人 院长想见你 许次就开门见山 王首府定定地看了他片刻 淡淡道 没什么好见的 我已没经历替他周旋 更没那个兴趣 新军登基 他云露书院 想借此重返庙堂 这势必会造成朝野动荡 引来文官的抗拒 在这个结果眼上 你该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徐二郎沉声道 云州叛军叙事待发 云露书院若是能重回庙堂 无疑是极强的助力 王首府摇头 朝廷现在需要的 不是他云露书院的那群清流 是银子 是用不完的银子 你去告诉赵首 如果他能让国库 多五百万两文营 老夫的位置 拱手相让 抵触云露书院读书人 是天下世子的共识 是文官的共识 若是放开这个口子 你猜那群文官 会不会逼宫 那么 谁去赈灾呢 徐二郎叹口气 我明白了 第三日 他请假未去汉陵院 前往云露书院复命 王首府虽然没见院长 但把折子递上去了 只是陛下 他没有理会 徐二郎道 罢了 赵首叹息一声 望向京城方向 我对永兴 已经仁至义尽 此时的徐二郎 还不明白 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 月朗星熙 寒风凌厉 一艘非洲穿梭在云雾中 缓缓停泊在 巍峨雄城的上空 东方宛容傲立船头 绣发与群居飞扬 师尊 宇周到了 小院里 鸡玄正在招待渡南 渡凡两位金刚 不知两位金刚 可有寻到九龙宿主 鸡玄望着坐在 上手的佛门金刚试探道 渡南微微摇头 修罗金刚则闭目不语 鸡玄笑了笑 没再说话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不足以让两位金刚重视 庆兴说道 鸡玄施主 你让我们等的盟友是谁 鸡玄如实回答 巫神教之人 渡南金刚睁开看他一下 继而合谋 未曾发表意见 五僧静元眉头微皱 届时 龙气如何分配 与乾隆城合作 是佛门高层的决定 龙气即使归前龙城所有 他也没有意见 但巫神教与佛门的关系 还没到这一步 鸡玄正要说话 忽然扭头看向院外 静心静元等人 同步做出类似的动作 而请 小院两扇破旧的木门敲响 柳红眠扭着腰枝前去开门 门口站着 以东方姐妹为首的 东海龙宫一行人 鸡玄起身相迎 笑咪咪道 两位公主请进 第120章 对弈 东方婉容微微汗手 目光掠过鸡玄的肩膀 望向堂内众人 同时 脑海里响起那蓝天鹿的声音 那八人有些古怪 气息宛如一人 似超凡又非超凡 东方婉容稍加判断 明白那蓝天鹿口中的 八人是哪几个 因为他们都裹着相同的黑袍 好漂亮的双胞胎 柳红眠室着姐妹花 眼里闪过诧异 她自认是极为出调的美人 哪怕在万花楼这样一个 美女如云的门派 姿容也是拔尖的 眼前这对姐妹花 任何一个都不能让柳红眠 惊艳差异 但双胞胎站在一起 便仿佛有了质变 尤其她们一个娇媚 一个清冷 相辅相成 堂内众人的态度 与柳红眠差不多 都被这对双胞胎姐妹花 惊艳了一下 这里面包括冷峻少年许元怀 南疆古族的喜欢丹乡 以及妖族白虎 东方婉容看向鸡玄 媚笑道 阁下师 在下鸡玄 乾隆成城主之子 鸡玄拱手道 是纳兰天路口中知晓 乾隆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微微汗手 他率领东海龙宫教仲进入院子 让他们在院中列队 自己和妹妹东方婉卿 进入堂内 拜见两位金刚 姐妹俩恭敬师礼 两位小师傅 又见面了 东方婉容笑盈盈地 朝着静心静远打招呼 等各方互相打过招呼 鸡玄接过话题 道 大致的情况 天机宫的密探 已在密信中阐述明白 两位公主 有什么想问的 东方婉卿 末然不语 姐姐东方婉容说道 为什么武林盟会出现两条龙气 九龙之二 同时出现在武林盟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静心双手合十 猜测道 或许是龙气之间 相互吸引的特性 东方婉容皱了皱眉 显然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 这时 许元双淡淡道 并非是龙气相互吸引的特性 龙气是气韵的一种 它有自我意识 这种意识 不是我们理解的心灵意识 更像是一种天地法则 气韵是明星所向凝聚而成 所以 龙气会本能地寻找一些声望极佳之人 或受到供奉之物寄宿 剑州武林盟风平极好 充当着维护秩序的角色 再加上武林盟老盟主的背景 诸位觉得 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扰 中原大乱 最有希望逐入中原的势力 是哪一只 毫无疑问 是武林盟 东方婉卿问道 不对 我在收集龙气的过程中 遇到过许多奸诈之辈 许元双想了想 道 首先 人性复杂 即使是一个烂赌鬼 他或许 也会有帝王资质 其次 自古以来称王称帝者 有几个是忠厚老实之人 龙气则主 若是依照个人品性来定 那纵观古今 便没有一个开国皇帝是合格的 东方婉卿不再说话 反倒是柳红棉皱了皱眉 那当日龙气溃散时 为何没有选择寄宿在许七安身上 论极声望 他比武林盟任何人都强 许元双淡淡道 因为他本身就是被打散的 龙气是中原气域凝结而成 打散之后 自然还于中原 东方婉容汉手 对他的回答还算满意 审视着清冷的少女 道 你是个术士 许元双不说话 默认了 东方婉容扫了一眼 乾隆成众人 又问道 事成之后 龙气如何分配 鸡选给出回应 各取一条 见东方婉容没有反驳 他接着说道 两位公主对武林盟有多少了解 东方婉容道 正要请鸡公子说明 东海龙宫不在大奉境内 与姐妹俩来说 武林盟是一个完全没有利益冲突的中原组织 因此 只是略有耳闻 详情不知 柳红眠充当解说员 详细告知了武林盟的情况 这听的东方姐妹连连皱眉 鸡选说道 武林盟是大 因此 需从长计议 这也是我邀请 两位公主面谈的原因 那么 让我们来做一番推演吧 首先是曹青阳 此人为半步超凡 苍龙七秀能轻易搞定 但考虑到剑州江湖的中高层武夫数量太多 若是与曹青阳联手 大概能打个平手 他看向苍龙七秀 苍龙的兜帽里传来嘶哑的声音 无法准确估量 但胜算极大 此中战力不好估算 如果苍龙七秀是货真价实的三平武夫 那么 即使是曹青阳联手剑州所有四平 都无法撼动苍龙七秀 但己方同样是剑走偏锋的路子 只有三平武夫的战力却没有相应的防御 血肉重生能力 这样的话 容错率就很低了 而且 无法判断武林盟没有合击 阵法辅助 因此 情况到底如何 打了才能知道 鸡旋汉首 道 接着是犬龙山下的军阵 两万人的军队足够磨死四平 山海关战役中 不少四平武夫都是死于历劫 白虎沉吟道 把战场选在犬龙山变成 可有效遏制骑兵的优势 而且山中作战 我们还可以借助地势 制造滚石 这对凡人士兵来说 是毁灭性的灾难 启欢丹湘则说 我可以操纵毒虫肆虐 毒杀士兵和普通帮众 不过 单凭我们几个四平 纵使手段再多 依旧不够看 作为问鼎建州六百年的江湖势力 岂是区区几个四平能应付 主力当然不是我们 鸡旋笑了笑 道 武林盟的老盟主闭关多年 我得到可靠消息 他如今状态极其糟糕 早已不足为律 但我们要防备的是另外一个人 一个 让人站立的对手 除两名金刚外 在场众人表情出现不同变化 鸡旋团队的人 以畏惧为主 靖心和靖元 脸色阴郁了几分 东方姐妹则满脸愤懑 就是那个人 抢了他们的男人 鸡旋一见众人表情 便知不需自己解释 陈生道 许其安本身是超凡净 但不负巅峰 他的战力 可以一定程度地估算 雍州城外展现出的实力 应该不弱于曹青阳 杜秦罗汉被秦后 他的封印应该进一步解除 保守估计 堪堪到三品吧 这样的修为不足为律 一位金刚出手 便能压他 但他身后可能牵扯出的人物 却让人极为头疼 比如骆玉衡 比如天宗 徐元怀眉头一皱 我爹的迷信里说了 骆玉衡多半不会出手 至于天宗的两位阳神 行踪飘渺不定 难以预测 柳红眠看着东方姐妹 似笑非笑道 两位姐姐有什么底牌 东方宛容头顶 飘起一位白发白须的老者 平静地俯瞰着堂内众人 温和道 若是天宗阳神现身 由我来对付 纳兰天鹿 静心静元心里一领 他们身后的两名金刚相视一眼 脸色也随之沉重 鸡玉是叹道 纳兰语诗 老者微笑汗手 鸡玉吐出一口气 那晚辈就放心了 其实 天宗的两位阳神 不可能一直跟随着许其安 上次的出手 大概是巧合 他猜对了 而且 许其安现在未必在剑州 也未必知道 剑州武林盟有两道隆弃 我们只是预防罢了 相比起制定完美无缺的计划 我认为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速战速决 鸡玄侃侃而谈 思路清晰 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杀上犬龙山 灭了武林盟 随后 再把附属们派连根拔除 武林盟 曹青阳这几日处在焦虑和忐忑情绪中 上次拜见老祖宗魏国 次日他便派人去了京城 向思天坚坦白龙器的事 理由很简单 龙器明显是瑰宝 有着超越常人认识的神效 而网友已经交代清楚 他在被俘虏前 便已把信息传播出去 那么 思天坚的人迟早会来兴师问罪 讨要龙器 曹青阳就算再自傲 武林盟就算再强 也没底气和思天坚叫板 既然这样 还不如坦白一点 这样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比如取出龙器 会不会危及子女性命 同时 他还让信使给许契安 捎了一封密信 袭击他能从中斡旋 孙玄机返回思天坚 没有去八卦台见坚政老师 而是找到了宋青 炼金狂人正带着师弟们搞研究 他目前正在努力炼制一种 质地轻薄柔软 但防御强悍的金属 这能有效减轻士兵们行军的负担 整个戴弹时 睡得也更安稳 甚至 以后可以制造成马甲 让骑兵既拥有超高的机动性 又能与重骑兵抗衡 但是宋青失败了 这个实验的成果 只是加重了他的黑眼圈 宋青感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所以放下手里的器皿 扭头回看 发现是二师兄回来了 孙师兄 你回来了 宋青扭回头去 一边摆弄着金属疙瘩 一边说道 昨日有个自称武林盟的江湖人来思天见 自称武林盟里有龙器宿主 我想起 你一直在收集龙器 就用传音法罗通知你 他语气平静 说起龙器宿主 就像在说路边的阿猫阿狗 孙玄机汉手 正要离开 宋青连忙喊住他 等一下 前阵子 见证老师神游之前 给了我一件东西 让我转交给你 说着 他朝着丹氏内其他炼金术师喊道 郑国剑呢 郑国剑放哪了 白衣术士们面面相去 表示自己没看见 孙玄机撇见一个白衣术士 手里握着一把黄铜剑 一边用他拨弄丹炉里的炭火 一边摇头回复说 没看见郑国剑 宋青怒道 徐福 你手里的不就是吗 堂堂郑国神剑 你拿来当烧火棍 那白衣术士低头一看 大吃一惊 啊 他放在这里太久 我都忘记了 宋师兄 你自己不也把 坚政老师的天机盘店捉脚吗 你也好意思说我 孙玄机低头一看 果然 坚政老师的天机盘 被压在捉脚 天机盘是一件法宝 但没有自我意识 他从来就没有诞生过灵智 坚政老师说 推演 窥探天机之物 不可能诞生出灵智 所以 就算把他丢进茅厕 天机盘也不会反对 但孙玄机好奇的是 郑国剑是有气灵的 他堂堂开国皇帝的配剑 镇压国运六百载 脾气何时变得如此温和 哦 坚政老师把他封印了 你回头记得解开 但别再思天剑 宋青说道 孙玄机接过郑国剑 立刻就明白了宋青的意思 郑国剑微弱的意识传来 毁 灭 庭院里 曹青阳副手而立 审视着奋力挥剑的曹淳 七岁的孩子 把一柄木剑使得虎虎生风 身姿灵动 任何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不会相信 他其实从昨天才开始练这套剑法 龙器果然是龟宝 若能一直留在传儿体内 他的成就只会比我更高 曹青阳很快把这个念头摒弃 相比起儿子出人头地 作为父亲 他更希望孩子首先能平安 希望四天间的人不会不高而去 希望许七安收到密信后 能赶来武林盟 他忽然扭头 看向身后发现不知何时 那里多了一道白衣身影 树士 四天间的人没有敌意 曹青阳目光闪烁 道 船 回屋去 曹淳停了下来 疑惑地看一眼父亲 是 他像是没有看见白衣人 静止返回 曹青阳拱手道 阁下高姓大名 白衣树士定定地看着他 孙 半刻钟过去 曹青阳没等来后续 他姓孙 只报姓不报名 四天间的树士果然眼高于顶 曹青阳拱手 孙先生 龙气的是我已知晓 敢问孙先生要如何处理 他等了半天 等来的是 寻 见多识广的曹青阳 脑子里闪过一片问号 深吸一口气 他沉声道 取出龙脉 我而是否有性命之忧 不 巡逻可有同来 没 真是个冷傲的树士 曹青阳觉得自己 被眼前的白衣树士 有了初步的认识 非常冷傲 说话只说一个字 孙先生 能否与我说说龙气之事 曹青阳道 另外 我想带儿女去京城 见许英罗 他心里想的是 必须有许其安在场 严明立弊 曹青阳不相信 这个陌生的树士 半个时辰后 书房里 曹青阳看着软豪 在纸上走出流畅的笔触 心里竟涌起 强烈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孙玄机放下笔 抖了斗纸张 递给曹青阳 曹青阳接过 宁神越毒 脸色越看越凝重 满满一页纸张 简单说明了龙气的来历 曹青阳也终于知道了 龙气为什么会俯身在 自己儿女身上 远景帝死后 龙脉之灵崩溃 散落在九州各地 依附于不同宿主 另外 这位叫孙玄机的树士 明确地表示他 无法抽取龙气 只有许其安才能做到 这让曹青阳稍稍松口气 如果抽取龙气之人 是许其安 他心里会踏实很多 接下来的内容 才是让曹青阳 脸色凝重的原因 目前正在收集龙气的 还有巫神教 天机宫 以及佛门 这些势力试图染指中原 如今 极有可能已经把矛头指向武灵盟 老祖宗状态糟糕 沉睡不醒 如何御敌 曹青阳心头沉重 曹盟主请做好迎敌准备 孙玄机写下这句话 起身作衣 脚下清光亮起 消失在曹青阳眼前 他要去找许其安了